哈喽大家好,我是迪克文,欢迎收看战舰事件 有没有,看到没有,有没有,这个不能说你改姓,对吧,这个游牧有,那肯定是姓啊,不管你们姓不姓啊,我肯定是姓啊,那毕竟人家是有这个技术,那今天这一局的话,九级的乌达洛伊对面是一艘羊岩,然后吹雪马汉朱春,我们这里是朱春马汉,去路线车就差不多,对面的话,我组了个尼古拉斯进来会有点掠坑,所以对面少了一艘七级的,七级妙高,爱荡最上, 少了一艘八级的巡洋剑啊,其他等级的话也是差不多,我们这边还有多了艘高等级的压滑,这个优势还可以,对面是两个,一个提尔比斯,一个天成,那么等于说,战略剑的话其实差不了多少,但我们战略的机动性会比较差一点,那么战略的输出优势可能更多的是在压滑身上,而巡洋剑的话我们是比他多一艘,那么剩下就看,我们家的马汉还有乌达洛伊的一个抓驱逐能力会有多强,那么最近的话,他可以 可以看到,就是说文文的视频有在变少,因为这两天我在忙一件事情,我就是说是5.2版本已经是更新了,但是前期这段时间从国服的一个,不能说不删档吧,从国服公测开始,就是说我们溜边的那个取消国服公测开始, 我就是说收到大家很多的邮件,然后这两天的话,我就是疯狂的在看录像,我把以前一些所谓的录像又重新看一遍,就说遗漏的,我觉得是打的好的,我一定会给大家呈现出来,因为我觉得大家既然说信任文文,然后把好的录像发送给我了,我觉得不把它放出来,或者是遗漏了, 那就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,所以说这两天的话,大家可以去,如果有投过稿的,比如说尤其是非常精彩的局啊,什么,我都会有,这两天我统计完以后,会邮件来回复大家,就是说是,你会做到哪期,可能是会放到TOP系列,或者说是,呃,我们的一个解说视频啊,都会有, 那么就大家,就关注吧,记得收邮件,如果说觉得好的话,我们肯定是,不会遗漏的啊,就用那个美国大叔的那个手势,对吧,I want you,肯定是不会遗漏的,那的话对面的尼古拉斯亮了,我们的乌达洛伊是走的,非常的近,因为现在的话,敌人都没怎么亮,他就是往前靠,那前面是马汉初春在那边,呃,只要左边,呃,左边如果不要有人的话,还行啊,要不然的话会被点亮,那继续是往前推, 那可以看,乌达洛伊他唯一的缺点在于什么,在于,他的鱼雷短,但他隐蔽差,然后呢,还有就是,急速速度不够快,因为像正常的一个,呃,比较正常的速区的话,其实速度会在四十多节啊,乌达洛伊可能只有将近是四十节的速度,而一般的船哪怕基辅都有一个,四十多啊,四十二点五节的这种急速,所以说的话,他这边会差点,但是他的优势在于哪里,他的炮已经是, 炮物线啊,这种的话,已经是达到了,达到了一个十级的一个水平,所以说,嗯,文文那时候也是啊,就是说是,乌达洛伊这艘船的话,我也是玩了好久,觉得还是蛮爽的,春炮机嘛,对吧, 然后到十级的话,到了哈巴,呃,以后,那基本上的话,他可以扔个小的隐身了呀,十公里的鱼雷 那我们给他,他还是绕了一圈,对吧,没看到人,啊,后面的话,初春也是不敢上去,毕竟啊,敌人,大部队都在那边,哦,他准备是往山上靠吗? 这张地图来说啊,只要是把人往外驱赶,谁驱逐渐有优势了以后,就会非常好打,因为雷击的话,你肯定,巡洋战略啊,在被雷击的时候,肯定是会慢慢的往后撤, 这时候把他赶出圈外,就,射率就好高了,哦,对面的杨炎是亮了,而且的话,这个杨炎好像是没有出隐蔽技能的, 六点几公里就已经是被点亮,而且我们家的初春啊,也是勇敢的上去点,好的,不要慌,对吧,而且的话,作为我们一万八千八百人学的乌达洛伊,这个就完全不是事儿,对吧,继续时间,当前右边可能会有局桌,别的话,他也是撒一波盲雷,这个距离的话,吓吓人还是可以,哎,对面的尼古拉斯,尼古拉斯要出来了,我最帅大魔王主角,可以, 其实我建议大家,组飞的时候,尽量是说是组同等级,不要等级差太多,那文文以前干过一件事情,就是说,那时候的话,我是金币船有验战嘛, 然后我就是爱荡组着,我验战进去,然后到八级房,然后打伤害是蛮爽的,有时候经验会非常高,但是有时候的话就很容易扑接, 非常容易扑接,哦,对面的对上,这个要想办法,可以考虑要拉个烟,我们如果说是不消点的话, 最上13公里的最上在那边洗,我们是扛不住,而且后面的话,只有我们家最上长门应该能束缚到他,他刚刚点亮,不一定有, 他这一次往山后躲,好的炮弹躲,对,这个视角的话就不怕了,现在是拉烟,开始洗长门,哎,缘分雷, 我们鱼雷的话是缘分了一波,这个可以,前面应该是,不知道是谁啊,吃了一发, 这,就不知道是,贡献了一发隐蔽,隐蔽的伤害,这的话继续是打长门队,可以看,他小戏也就是说, 我们打着一处点火的时候,他就会把的一个,目标量就稍微移一下, 保证就是说,他没找我的地方,一样有炮弹覆盖,好大,漂亮,三层火,三层火,现在是差船头的那一处了, 船头船尾,对吧,一层火,然后中间两层火,就是烟囱的左右两,两端,哎呦, 薛妖良准备跑了,这的话是继续去长门,但是像,这样唯一的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, 但是我们家驱逐在旁边,所以我们也不慌,唯一的缺点就是在于, 你要当心敌人的驱逐舰来忙累你,哎,对面的吹雪, 哇,炮弹飞不过去吗,不是炮弹飞不过去吗,前面我记得是开过一炮弹, 炮弹马上就没有飞过去,因为你弹道快,毕竟炮物线就会比较平, 所以说的话,也是比较难打,哦,我们家的初春也是往后走了, 但是在追,在追一会的话,吹雪,炮速不经只要能打到他, 他两轮应该能带走的,现在是往后退,因为这样地图, 就是说这个模式啊,我们的就是说是陷阱的区域的争夺模式的话, 其实就是要把人往圈外赶,能击杀是最好, 不能击杀的话,就把他往圈外赶,哦,追上在往后到啊, 他在往后转,减速几头嘛,他应该是在减速啊,准备几头往回走了, 这的话我们也是加速走起来,他的炮管没有转过来, 是可以打的,就是一路洗他,这里的话看一下位置, 而且旁边的有一艘,可以看看小地图啊,旁边的战略剑, 都是已经准备要出来了,提到举字,那其实大家, 哦呦,这个追上,哇,被我们家,跟你所办完, 被我们家的战略应该是爆了高伤,不知是谁啊, 这里有好多战略,但是的话的确是把他爆了一轮高伤, 嗯,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说操作强度来说的话, 相对于你的一个主炮射击速度越快, 那么你的一个操作的复杂性会越多, 我觉得同样在高等级防里面,航母的操作性是最难的, 就比如说我一起让大家看小地图,对吧, 其实你一轮炮开完以后,就可以瞄一眼小地图,对吧, 你看一眼嘛,就是说大概附近有什么,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,我们很喜欢是把小地图是放大最大化, 如果说放到最小化了,其实你就看不清楚到底什么, 这个小地图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意义,对吧, 就知道哪个方向有什么东西,但它这个图标太大了, 所以说我具体细节看不到,比如说我家山后, 就知道那边有船,但是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, 但是我这样看小地图我就知道了, 哦,敌人是贴着山再走,或者在这山这边的一个转角, 那么这样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晰了, 然后对面的驱逐舰一直没亮啊,都不知道会往哪跑, 你的话接到祖师条,准备把香药良洗死,这个可以, 这个一定要是带走,哦,前面是一轮AP带1700, 再来,这一轮HE,哇哇哇,就790几, 但是他又马上烧死了,我们跟一轮HE好, 他跟你说,拜拜,又是把他带走了, TRPZ也是在往回走,那这里的话, 其实他们的驱逐应该是在右上半圈的, 已经是亮了一搜了,在右上半圈会居多啊, 而且我们家的初春也是点亮了马汉, 的话继续洗这个TRPZ,现在我们肯定是过不过去的, 哎,旁边还亮了一个尼古拉斯,看他是怎么选择, 走中路的话就是要打北边了,如果说是往右边走的话, 就是去打这个尼古拉斯, 而这样的话,我们战列就要当心一点啊, 鸭花,哦呦鸭花,好惨, 那是被雷击的吗, 而且像驱逐的话,毛驱就是以点火啊, 就像我们那期看到那个包子的那一匹藏王一样, 就说我就着火,对吧,点着了我就换个目标, 点着了我就换个目标, 然后有侧生蛋可以尝试, 有一匹蛋要不然就抓要驱逐, 哦,我们家,谁, 尼卡尼卡,哇,初春被迅爆了, 哦,这个有点苦,这个有点苦, 对面的尼古拉斯死了吧, 尼古拉斯死了,是被盲射掉, 还是被鱼蕾反掉的, 好像是被带走了, 这个杨颜还在开炮, 即使是公里的话, 莫达洛伊,毛驱从9级的完全体以后啊, 就是打十几公里的人, 哪怕是打驱逐, 他的炮物线就已经是足够可以看, 9公里就飞4.89秒, 10公里的话,最多就飞个5秒左右的时间啊, 这个的话是很好, 而且他这里的话是选择啊, 因为THC的话只有130多点选, 好的,又点招, 刚刚想说啊, 他还在着火, 可能说是损管没有用, 对吧, 这个时候就换, 而且他转侧身以后换成AP弹, 9公里, AP弹一轮上去, 哇,800多, 这个和巡洋会, 难, 该你说的, 抢个人头, 好样的, 就是抢到一个人头, 这个的话可以帮助, 因为其实对亚华有直接杀伤能力的, 除了杨阳的雷, 这个我们帮不了, 另外就是那个THC的炮, 如果把THC搞死的话, 其实亚华如果回个头啊, 只要你这一波没有扬言的鱼雷的话, 亚华回个头, 回个血啊, 或者说远程输出啊, 怎么样, 都是可以的, 因为只要你炮没坏, 你残血和满血, 在没有敌人打你的时候, 性质是一样的, 就为什么这个, 文艺一直说的啊, 这是个有血条的游戏, 那就血条就是给你用来卖的吧, 对吧, 再来就是用来扛的吧, 哦, 亚华, 亚华应该不吃吧, 他不减速吗, 哦呦, 他没减速,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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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这个他糟了, 这里的话, 而且的话, 输出他一个好处, 我觉得现在可以开着引擎增压, 往前去追了, 这个肯定是不能让杨阳跑了, 左边的话有一个约克, 先不管约克, 这个时候管不了约克, 现在的话, 想办法就是打去, 说往杨阳速好慢, 而且像前面啊, 就完全屁股扭啊, 其实是一件非常难打的事情, 而且啊, 现在对面还有死驱逐, 如果他们会玩的话, 拉着烟走, 是一个人在烟里洗, 旁边人在点亮的话, 其实很难打, 前面瞄到一样啊, 约克的炮弹过来, 11公里啊, 约克的炮弹的话, 还是飞的比较快, 哇, 这里又来了, 还有雷, 还有雷, 不尝试拉烟吗, 好刚啊, 其实这里我觉得应该是, 拉锅烟, 引伸一下是可以, 让初春上去点, 对吧, 哦, 这里的话, 要么就不开炮, 不开炮的话, 看能不能强制消点, 就怕这里, 右边的话会有鱼雷, 哇, 这一波鱼雷, 可能右边也会有人啊, 这里的话, 现在能杀一个是一个, 对面死搜驱逐, 哦, 哇, 18000的血, 真的是耐打, 但是的话, 炮坏了一门, 这个有点苦, 但是他四技能出的, 最后的抵抗, 所以轮机被打坏, 问题也不大, 哎, 继续上, 继续上, 哦, 好的, 5.9公里, 又消点了, 大家互拼啊, 现在叫点亮他们驱逐, 我说点亮四个驱逐, 他们都要死, 几乎全都是残血, 最多一个是满血的状态, 这里的话, 炮管要稍微调整一下, 哎, 左边左边亮了, 6.4公里, 吹血, 机会, 哇, 只有一门炮了, 伤害是降低了33%, 这一炮也是打水了, 后面的战列也是, 一路顶上来, 哇, 约克被打残, 天城继续冲, 不要管, 哦, 这个雷不能吃, 这个雷不能吃, 一万多点血, 右边还有个杨炎, 哇, 这个好伤啊, 炮塔转到左侧的时候, 他从右侧出来了, 对吧, 如果说他反方向走的话, 他还是考虑骑射, 对, 这个骑射能带走一个是一个, 现在就谁死的快, 哦呦, 这里还有雷, 这里还有雷, 哎呦, 减速外切, 应该还有机会, 搞死杨炎, 而且我们后面的话, 巡洋剑也来了, 新二良, 妙高, 还有一个初春, 初春的话应该是在打他们战略, 你的话就看巡洋剑能不能辣, 跟你说白白杨炎, 好的, 又是带走一收, 还有一个初春, 这个初春血量好多, 哎, 旁边吹雪, 吹雪有机会啊, 一轮炮弹, 只要一轮, 就能把他带走, 相对是比较好打的, 两发, 哎呦, 两发, 两发, 两发没死, 再来一个跨山, 哎, 烧死了, 是烧死吗, 还是进水啊, 哦, 前面没注意啊, 好像没有一个着火的烤火嘛, 但他就这么死了, 好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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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, 现在的话还有一个马汉, 还有一个初春, 马汉的话好像一开始有亮火, 初春这里我们6000多, 如果说是1v1的情况下, 而且我们有巡洋, 或者说我们是有巡洋的情况下, 是可以打, 不用慌, 我前面有我们副炮还开了一号, 对吧, 我记得他这里是, 古达洛伊斯有一个副炮的吧, 副炮在哪, 哦, 改成防空炮了, 他应该这个是高频两用炮吧, 那就继续往前冲了呀, 而且我们家的占领的已经是, 哇, 已经是6杀了, 占领就来了, 出砖, 出砖, 赶紧转, 输出, 这个不要管自己了, 好大, 吃了一发, 我好大两发, 再来好大又两发, 一切多再来两发, 漂亮一切多再来两发, 好大530又再来两发, 哇, 一千多轮机坏了, 哦呦, 中了一发, 再来一轮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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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00多, 1900多, 266, 该理所拜拜, 哦呦, 啊, 前面一炮没打死啊, 可惜啊, 前面大家看, 结束之前有一两轮, 就他开的这一发炮弹, 前面一发, 是掉落, 打高了, 打到水里跟胯色, 哎呀, 要不然这个人头七杀, 应该还是非常有戏的, 好, 那也是凯那家, 收看本期的视频, 我们下期再见咯, 拜拜, 拜拜,